在律师的陪同下走进北检 因为他涉嫌违法代办国外护照 26号晚间几人陆续抵达应讯 警方查获台北市一间移民公司 违法代办国外护照 缤分好几路进行搜索 陆续带回涉案人员 包括来刑负责人和江姓女子等人 依伪造特种文书等罪嫌约谈争办 打着移民公司的招牌 被检举在2018年到2020年这段期间 宣称只要付一万六千多美元 大约是新台币46万多 最快一个月就可以代客取得 西非国家几内亚比所的护照 更在网站宣传第二护照 就是就读外侨学校必备文件 直接推荐几内亚比所护照为就学首选 但高价取得的护照可能造假 但乘着不少家长心态 除了让小孩就读外侨学校 还可以在国外置产避税 因此砸大钱提供小孩资料文件 争取第二国护照 走出北解面对记者提问 只回应一句谢谢 而经过漏夜征讯后 负责人赖姓女子以100万元交保 女儿则以50万元交保 母女党遭限制出境出海 赖姓业务则以10万元交保 后续将厘清护照来源 并确认流出的护照数量 三新闻丁伟杰理现